大家好,我是e-Inker Lilian 我們說電子紙超省電 在沒有電池也不接電的狀態之下 我們其實只要透過無線傳輸微量的電力 就可以驅動電子紙更換畫面喔 今天我們就會邀請e-Ink的準刃來為大家做示範 我們歡迎準刃 嗨,大家好,我是準刃 我手上這一片是2.9吋電子紙顯示器 這一片是顯示器的驅動板 它是含有無線通訊的功能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地方是無線通訊所使用的天線 重點是這個完全沒有電池 也就是說驅動電子紙 只要靠無線供電的方式就可以進行驅動 待會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操作給你看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電腦螢幕上面 程式已經在等待使用者放置卡片了 接著我們把電子紙顯示器放到讀卡機上 透過讀卡機的無線傳輸跟微量的電力 就可以將電子紙顯示器進行更新畫面 哇,準刃 你剛剛的操作示範 讓我們覺得電子紙超省電更有概念了 可以怎麼樣應用呢 我們可以應用在車票 那車票上面可以秀餘兒 我們也可以用在行李吊牌 那現在很流行在家裡直接check in 所以在家裡就可以進行行李吊牌的更新 接著就是物流標籤了 喔,我知道 如果呢 我們在物流箱上面搭載了一片電子紙標籤 那在運送過程中 運輸人員只要刷新這上面的標籤 就可以重複使用 我們就可以減少紙本標籤的浪費了 沒錯 這就是電子紙超省電所帶來的便利性 好,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會持續推出更多的影片 也請繼續關注e-ink